央行跌破眼鏡再生半馬 重貼限率從目前的1.875% 上售到2% 創下15年來最高紀錄 央行無預警再生鞋半馬 無疑是投下震撼帶 因為這已經是從2022年3月至今 第六度調升 受影響的首當其衝就是房貸足 搞不好還會連七升連八升都有可能 短期之內或許會覺得還可以撐 好像影響不是這麼大 但是就跟我們舉啞鈴一樣 你舉久了 你真的能夠撐得下去嗎 這其實是一個問號 這是新北市一處新城屋 它是醫美診所醫師林思玉 帶我們參觀現在的住處 但講起生息難掩心中無奈 就是要再更努力賺錢 房租加房貸加一些其他固定支出 一定是幾萬跑掉 原來這間明亮整潔的小宅是租來的 他將人生買的第一套房 留給爸媽住 雖然醫師收入不錯 但同時背負房租 房貸 還是讓他倍感壓力 尤其目前的房貸利率 和他當初決定買房時天差地遠 就擔心還會繼續往上升 那時候才1.6吧 1.6 1.7 那現在算起來快2.2 1年多10萬 然後拉成30年就是會多 就快100萬 林思玉的財務負擔 逼得他在兩年前 從醫院轉任醫美診所 還兼職健檢中心 以及抗衰老機構 因為對他來說 房貸如同沉重包袱 一杯就是幾十年 日子過得戰戰兢兢 因為你房貸都二三十年 甚至最久四十年 你其實也很難知道 你這四十年來 也會不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升息讓購屋租屋都變貴 但財政部卻給了一個大紅包 辛勤安貸款的利率調幅 政府全額吸收 也就是說全民買單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預計 還是渴望持續的 這個有所謂的一個 首購自助這方面的 一個族群的買見 也預計短期之內 整體房市的一個交易 依舊還是會以一千到一千五百萬 這個總價的一個交易量為主 辛勤安房貸上路以來 統計至二月底 總受理戶數接近四萬戶 受理金額也爆量 突破三千億元 雖說成功帶動買氣 但也有專家認為 年輕人先嘗了甜頭 接下來要吃得苦 還是得做好心理準備 因為辛勤安它畢竟 有點像是一個一窩蜂 一個熱潮 然後大家在五年內的 這段時間 會有一個錯覺 以為我負擔房貸的能力 是OK的 但重點是五年之後 沒有寬限期了以後 大家都想要拋售 想要獲利脫手 可是那個時候 供給量也都會增加 辛勤安房貸雖然和升息脫鉤 但景氣好壞 畢竟沒有定律 專家提醒年輕人進場前 還是要多想想 因為當政府補貼的 蜜月期結束 所要面對的 將是最現實的生存壓力 調查中心 林一群 贼於心 採訪報導